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调起货币战 这实际上是没有依据的指责 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了 人民币从去年年之后到今年目前 实际上已经是涨了将近7%到8%左右了 所以特朗普这样讲有点无厘头 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 为了遏制中国 已经到了采用很极端手段的地步了 上个月三月份 刚刚制定中国产品的征税清单 现在要所谓发起新的301调查 以反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谓的不公平限制 封杀中心通讯 可能就导致了 很多中国企业有点存亡此寒之感 因为不仅是中心通讯 包括华为等等一系列中国新型科技企业都采用了美国制造的芯片和其他关键技术 有传言说美国方面连阿里巴巴也不放过 较早前 华盛顿已禁止美国运营商购买中国华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导致华为在美国解构了一系列高级员工 全面收缩在美国的业务了 当然 美国商务部发出对美国奔斗企业禁止购买华为产品和服务的理由 就是给予国家安全 针对中国政府 早前提出的中国制造2015 所以这是美国很多人问 为什么美国商务部惩罚中心通讯要七年呢 不用去采购 因为从现在是2018年嘛 到它的解禁日正好也是2015年 所以啊 这就是显得这个贸易战 剧情啊有点狗血了 太明显了 不完全是个巧合了 为了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后来居上啊 美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釜底仇心了 背后反映了美国 很多决策成交流不安 因为中国的崛起啊 很难受挡住 但是 目前唯一中国还受制于它的可能在 核心技术领域啊 确实还受制于它 所以它 这是把射打在七寸上 针对美国政府这一系列 多多必论的公司啊 我们国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经 回应了 说啊 美方最近的一系列举措啊 已经引起了国际市场啊 对美国贸易投资环境的普遍担忧 如果美国彻底包弃多边贸易规则啊 采取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啊 那么 未来中美 贸易风策可能会走向恶化 那么 美国本期针对中国通讯设备生产上中心通讯的这两项 经历以后啊 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啊 两天前又表示 美国的经济安全啊 是把它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来认识的 这其实是在暗示啊 美国政府啊 会进一步加强对 美国奔土私营企业沟通 要限制中国企业 获取美国的科技资源 那么这一连串 来自美国单方面的组合权打来啊 国内啊 网上的自刮行动彻底蒙蔽了 因为前一阵子啊 因为国内各个网站上啊 无论是左派的民粹的网站 都声浪很高 认为啊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之争啊 是在咨询死路 可能会 因为离开了中国这个 比较量产品的来源贸易最大的伙伴 美国可能国内会导致 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通胀局面 但实际上 事实看来 现在啊 到目前为止就可以得到充分接任 所以美国人对这个东西的顾虑啊 根本不在政策 制定着考量范围之内 主要他们还是实施精准打击 在一两串沟通无效 实际上是中美贸易摩擦 很多年了就有了 只不过 特朗普上台以后 中美关系表面上看得不错 因为中方也高度表态 中美关系要怎么怎么好 旺扬的夫妻关系都说出来了 习近平自己本来还说了 有一千个人要搞好 没有一个人可以搞坏 但事实上现在看来很坏了 搞的 一连串的事件 但是我们从根源上看到 网上有很多清醒评论 来自不同方面 也表达了 核心技术背后 我们的缺乏 可能是我们核心文化盛行导臣的 这里面很有含义 是明显针对国内政治 这两年风云变换 或者风向完全大变 跟前几十年来 一种暗喻 同时最近国内发生的几件新闻 也让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仍然在核心科技领域 或者说技术研发的核心环节上 还是受制于 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里面存在着 不良制度和体制导致 或者是幼时的资源错配 比如说 这两年大家知道了 所谓的共享经济 国内有成千上百亿 搞到那些所谓的 送外卖的 各种各样零零种种项目上 这种巨额资源的浪费 现在回过头来看 确实是导致在某种 政府层面上 一些政策的事物 没有能够有效的激发 对那些需要长线投入 需要工匠精神 尤其是基础科技的领域突破 包括像西药的新药研发 我们讲过去 多个年前所以两个石 一个是十亿美元投入 一个是十年为止的技术研发路线图 一直到那个临床使用通过以后 进行造福于人类的 针对某种疑难杂者的特效西药 那么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没看到 中国有个原创西药 在全球范围能够投入到商品 生产这个阶段呢 就是因为缺乏长线的投资 缺乏长线的投资的原因 零零种种 但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说 投资者可能发现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仿制药横行的情况下 你怎么搞 这是在西药里面 药品上是这样讲 这是国内诺诺诺诺 沸沸扬扬的 所谓的红毛药酒 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讲认为 真正造福千家万户的 有药效的 不是你靠几十种中药材 混在一起 泡在酒里 就能解决的 说实话的人 确实被内蒙警方跨省去抓捕 这凸显了就是 连这种稍微开放的 不允许这种批评的舆论空军存在 一点不允许容错极致的 推行的话 谎论能够真正实现 一种创新的氛围呢 谁会把钱去投到这个地方去 傻瓜了嘛 只要能买得到 就不会去投 没想到 现在类似像美国在商务边 禁止美国所有的企业 向中心通信出口芯片 中心通信的命运很难讲 很多人说 如果不能有效的 说服美国政府 开放精灵的话 那中心通信的命运 离不开破产 当然如果国家出手重组 那么另当别人 那么实际上还是消失 不是像以前它的运用模式一样 核心零部件 采亏至美国 然后加上自己研发的部分 然后保障成 针对不同市场 特定能够去满足客户需求的这种通信设备 那么中心通信实际上在国内这些年来 实际上已经是远远被它的邻居同样伸出在深圳的华为甩开了 现在大家担心的 因为华为有些芯片也是采购于美国日本和欧盟 那么会不会波及到它 那么大家就会更关注了 因为现在华为的每年的销售额 那高过通信设备何止十倍八倍 但最近从华为传出消息让人深思 因为大家知道前两年来 华为一直高调的成为 实际上第一个推出五级通信设备的企业 一直到三月份它还在高调的说了 如何如何如何 但突然就这两天不知什么原因 华为自己降温了 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 在许多市场上 包括在欧美 非洲拉美更不谈了 具有压倒性优势 这样一个通信基础设施提供上 华为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中 之前那么多投入来大量的资源 去研发五级相关的技术标准上之类 突然之间 最近这一两星期 自己反而降温了 所以五级并没有那么领先了 这种现象 这种乌龙 实际上是在一个这么大的全球线跨过 有影响力的企业 应该很少出现 这种自我否定是难以想象的 可能背后有目前尚未被披露的原因 但至少有一个在看到了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中心通信制裁以后 可能大家很清晰看到后果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至少部分联想到 是不是在某些核心的 领培剑和元器件上 华为还不能够完全自主研发和生产 所以说要推出5G 与其到某一天它真正推出来 再被类似于美国某一个政府限制 而导致它难以为继 还不如限制暂时还 这也是一个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华为是慎重的 先事先lower down the expectation from the partners 不用去过高地提高消费者 预期对5G产品 而到最后真正推不出来 推出来以后 又由于某些供应链的断当 更难看 所以说我们讲 中心通信被美国制裁 只至于第一波受打击的第一个 接下去还不知道美国 如果跟中国方面 关于贸易这个摩擦 没有得到一种明确的 美方能接受的解决机制 和看到解决效果之前 我们实际上 只能通过政府部门 想要么商务部 要么外交部官员 在那边简简单单的回应 都说美国要考虑后果 你们要承担什么 这实际上没用 这对解决 中美贸易之间的纠纷 远远不够 我们几十年来对美国 一直采取缓兵之计 某种因此讲 策略性 表面的五十次性 就包括中心通信 这是之所以 引发美国最后的 这么强硬的 彻底的制裁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美国政府 暗示他撒谎 就是他没有做到 他在 当时对 美国政府和法庭 所承诺做的东西 包括对 涉事的 像伊朗 出手设备 科技转乱的 那个当事人的 当事团队啊 解雇啊等等 洋风应为 所以给了美国 一口舌 对吧 所以造成现在 目前很被动的局面 那么类似于采取 在贸易 纠纷上 尤其是对美国 列入 贸易经营的 很多国家 比方说 当时一些所谓流氓国家 都是伊朗啊 北朝鲜啊 那么中国 与他们有贸易关系 和此中心通信一个 但是这设立了一个案例 判例了 如果说 你不合作 以后 我们会更被动 这不是我们国家 贸易官员 简单指控 美国奉行 单边主义 就能解决的 事实上 游戏规则放在那边 如果没有新的游戏规则 诞生之前 那么大家既然 共同一起玩 就要遵守规则 在宏大叙事方面 中国人 一贯有好高无远 我们最高层在说 要引领 人类共同体 这个新的命运 新的做法了 导向了 那么这 离不开一些具体 规则的 弱势 那么至少在贸易领域 那么既然大家 共同遵守 WTO贸易框架下面的 贸易规则 你就不能长期的 考虑小聪明 像 跻生在 这个体系之内 享受这体系 带来的好处 又能够 游离这体系中 现成游戏规则的约束 去玩 其他小行业 所以中美贸易 纠纷 走到今天这一步 剧情越来越狗血 当然 希望我们的反制措施 不要犯低级错误 我们 人家打芯片指派 我们打高粮指派 现在不现实 美国人 比不好茅台 就这一口 所以说 最终结果 我们可能还是要 正式现实 要堂堂堂堂堂堂的 在面上说得过去 像中心通信这一次 实在没办法 给出 何时的借口 但是 他的 这次被制裁 真正原因的 都给我们其他国内企业 要敲响尽忠 网上担了 有什么评论了 开玩笑了 说中央发个通知 未来以后国企或者是民企的 搞管到美国出差 所带的资料 一天三三清除 这也不能给美国提供 这是笑话了 实际上 美国真正要进入调查取证了 他手段多样了 不仅仅是说你能来得差你了 这是太看清了美国了 这也是国内 很多新一代的义和团成员 由于多年被洗脑 导致智商严重退化以后 一直对美国秉持的 不是这种看法 动不动就美国被中国瞎尿了 事实上 这是一种肤浅的 义和团一百多年前 所谓天晃晃地晃晃 刀枪不露的 一种另类翻版 很可笑 很可悲 事实上 现在看来 被瞎尿的失授 制裁的中兴通讯 要不然 他的七十多岁创始人 也不会赶快 赶到美国去 紧急危机公关 但我看来 中兴通讯 为时已晚 美方甚至在过去几年 给了他很多的时间 来解决这问题 他不诚实 受了惩罚 不愿天不愿地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万维读者网 海外华人的网络精神教园 24小时及时新闻追击 全面公正客观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万维读者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